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旦犯了这个错以后 兰花生根就会慢 生根慢 扶盆就慢 那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 某种环境下就不容易成活 而且这个细节一旦犯了错以后 即使兰花成活了 种植成活了 那么到后期的生长中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刚刚倒盆出来的兰花 它的根系是向下 向着花盆成一个圆柱状的这么一个生长的形态 这是比较正常的 很正常的顺着兰花盆 那么刚刚说的这个错误的细节一旦犯了以后呢 一旦犯了这个错误的细节以后 这个兰花的根系它就不会这么长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种植犯错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讲的就是种植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兰组的教兰友们种植兰花的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呢 它们是这么种植的 就是像这一类的小根的 根系比较短的 或者是再更短一点的兰花呢 就是先把质料填满 然后呢 这个兰根就这么直接蹲下去 就这么压着这个植料上面 再添加植料 直到种好 那么这样中有一个什么弊端啊 这样中第一个 那么兰根呢 容易折断 兰根它是靠这个肉质来输送这个养缝的 如果折断以后 这个兰根呢 就会受到伤害 那么就影响到兰苗的浮盆 存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兰花的根系啊 它有一个驱水性 驱肥性 驱气性 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整一盆植料当中 兰根它会寻找到比较肥沃的 相对来说肥沃的土壤 湿润的土壤 我们在种植以后 它应该是向下生长 向下生长呢 因为我们盆土当中的湿度 应该说相对外表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个花盆的下三分之二 通常是养分比较聚集的地方 因为我们通过浇水嘛 哪怕是种得满满的一盆兰花 通过浇水 它的养分会吸出 会往下沉 会下沉 那么正常情况下 兰根如果顺着这个花盆生长 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对吧 有些朋友他在春天 尤其是夏天吧 他会发现有些兰花的根系往上翘 就这样的 往上涨 往上涨 为什么呢 它一个可能是植料不够输送透气 兰花根不喜欢 还有第二个就是在种植 犯的这个错误 这个兰根这么压下去 就已经是翘上来了 它只能往上涨 你要它拐个弯的话 就困难 难度就更大了 我们在种植兰花的时候 前提就是说 为什么一直强调 在种植之前 无论你什么兰花吧 哪怕是你今天 从自己的这个花盆里面翻出来的熟苗兰花 在种植前的最好是适当的晾一下 为什么晾一下 晾一下以后这个根系里面水分 它就会就会少一些 少一些水分的蓝根的柔韧性更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更容易把它捋顺 往下捋一下 刚刚说 这样的种植方法是错误的 不要这么重 像这样的把枕料填到快满 然后这么一蹲下去 这样种植会影响兰花的存活 即使存活以后也会不好 那么应该怎么种呢 我们把这个根要倒掉 空花盆 当然下面可以拿两块树皮垫下那个泄水孔 这里我就不多加示范了 真的把这个兰花往下捋一下 往下捋一下 把蓝根尽量往下 然后这样填充植料 从这里填充 再油晃植料 再填充 再油晃植料 这样做好以后 蓝花的根系 它是顺着这个植料往下的 它是顺着这个植料往下的 我们这么轻轻地把它拔不出来 它被压住了 被植料压住了 那么它成活以后 它的根系就会顺着这个蓝花盆往下生长 蓝花种植呢 这样种植呢 才是正确的 那么当以后 它就会像这样的形成一个圆柱状的一个形态 继绣 谢谢观看